公民记者好奇宝宝来到台中 这里是台中南屯的一家素食店 那我们是在这边上这个生态协会的山林书院的课 那我们是到了这个 是请这个素食来提供我们的餐 那大家都吃得非常高兴 所以我就来到这家制作餐厅做一个采访 那造一下他们的菜 他们的菜社 因为大家吃得都非常的高兴 所以我就过来跟他们做一个访问 那看到有非常多的菜 现在的时间已经六点多了 所以上面有一层 这边有炒面 还有这个沙拉 这边有很棒的汤 这个好像是这是药扇汤 还有哦好香啊 好香的呀 反正肚子都饿了 那竹笋汤 这个又是什么东西 嗯 我来跟他咬一下 哦卤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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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起来就非常可口的 好 看看这个摆设 好 你好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你们这里跟你做一个访问 可以请你告诉我们 你当初开这个素食店的这个发想是怎么样 就是想要推广素食 希望更多的人能有机会吃到素食 然后我尽了个最大能力来做好的素食 那就谢谢大家的机会 因为我们大家都吃得非常的高兴 觉得你们做得非常好 那实际上我们是一半一半的人吃素食 那连吃荤食的人都觉得你们做得非常好 是 那怎么会有这个机缘做素食呢 这是一个家族企业 是由奶奶奶一代开始 我已经做素食 就之前是外婆 阿嬷在办桌 后来从爸爸开始 我是第三代 谢谢 做素食已经是第三代 所以说 所有的东西很多像叔叔 阿姨舅舅在开素食店 中心 就是我们的店就是一个家族 就是在亲戚朋友 在做素食店 我们就一直连接下来 很棒很棒 祖传的 祖传的店 非常好 那谢谢你 那我们这次有大概一两百个人吃年的素食 大家都很高兴 非常高兴跟你结这个园 希望大家吃的高兴 我也希望说大家吃的高兴 我们用欢喜的心 也是用大家吃的高兴 谢谢 然后这个素食 让外幕的人不会觉得说 我们素食是那么的单调 那我们知道说 素食也除了养生之外 然后他也吃的非常的高兴 因为现在的素食是一个流行 是一个趋势 然后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一个推广出去 这就是我们参数食店最大最大的理念 推广系续 看环保 谢谢 好的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